网友的母亲供奉着小精灵 且这个网友偷吃了母亲上宫的东西 今天的故事来自网友A 黑点 打小A就知道 母亲从事的是非常神秘的一种职业 这个家里就经常来人找母亲帮忙 但随着他年纪的增长和接受的教育 他本人对他母亲那一套非常的不感冒 那么直到2016年 那个时候A是刚结婚不久 由于母亲每天都要供奉小精灵 天天神神叨叨的 所以他没有跟父母住在一起 就去了媳妇家那边买了房子 当时他的职业是一名网约车司机 15年年底的时候 A带着媳妇回老家了过了年 16年大年初的那一天 这个母亲和父亲一大早就出门走亲戚了 A和媳妇由于头天喝太多 睡得又晚就没有去 那么醒过来的时候 已经是中午12点多了 起来之后 A在客厅里抽烟 就忽然他脑子里就冒出一个大胆的想法 他母亲供奉小精灵有一个单独的房间 那个房间只有母亲可以进去 A和父亲都没有进去过 平时这间房都锁着 但那天估计是母亲走得急 忘锁了 所以A当时强烈的想要进去看一看 说干就干 进去之后 里面是一面大红墙 墙边有一张木制的供桌 桌上摆了好多神像 还有饮料 点心 水果 和现金 A当时他的思路就非常的清奇 就觉得说 这个钱 是自己家里的钱 我不拿白不拿 这些水果点心再不吃就要放坏了 于是他当着神像的面 拿了千把块钱 揣在裤兜里了 又把点心水果都尝了一个遍 随后回到房间又躺下了 那么当天晚上 母亲回家之后 就上香之类的一系列操作 之后 就出来闲聊 A就发现 母亲并没有发觉少了什么东西 他就觉得 母亲那一套也就那么回事 好 到了初八的时候 A和媳妇就回家了 这个时候 怪事开始了 先是初九晚上 A做了一个奇怪的梦 他梦见有一群人 在他身边转圈 就像那个游乐场的那种疯狂转圈的那个转转锅一样 但是你在这个游乐场里 你难受的时候 你可以闭上眼睛 但在这个梦里 他的眼睛闭不上 就特别难受 玩过那个转转锅的应该能体会到 那么等A醒过来的时候 已经是凌晨三点多了 一阵的反胃和头晕 第二天早上就高烧了 就还以为是冬天 冻感冒了 也没当回事 好 过了两天 A要出去出车挣钱了 网约车一般起的都早 六点出门 北方的冬天 太阳出的晚 六点和凌晨差不多 A他家住17楼 往常他这个点出门 其他人都还没醒 所以这个电梯一般很快就来 但那天 这个电梯就一直在19楼不下来 他以为是楼上有人 就等着呗 好 等了十来分钟 还是不下来 这个A就寻思 上19楼看看怎么回事 等一上去 他发现根本没有人 但电梯的门是开着的 他就进去了 N了一楼 结果这个电梯呢 他就是不动 当时A就想 哇靠 这个电梯坏了 晦气 于是呢 他就去爬楼梯 边走还边骂 那么就在下到18楼的时候 他突然被一股神秘的力量推了一下 当时就摔得动不了了 打电话给媳妇 又叫了物业 及时把A送到了医院 一检查 后腿骨折 肋骨骨裂 住了半个月的医院 才回家休养 那么期间呢 这个媳妇就一直说 要不信咱们让婆婆给看看吧 A就是不让 好了 回到家里 静养的那段时间呢 这个A就成天的噩梦不断 经常睡不好 而且家里的狗啊 平常对他很热情的 但自从他从老家回去之后 就对A非常的疏远 有时候你叫他过来 这个狗呢 就夹着尾巴 很抗拒 不过到这里 A还没有当回事 那兵好了 也就出车去了 后面呢 过去了一周左右 有一天夜里 很晚了 这个A啊 就送了一个去机场的顾客 之后呢 就往家赶 因为是晚上 所以车速呢 就很快 而且呢 其中有一段 老司机才知道的单行道 基本上啊 在这段单行道上的车 车速不会低于80麦 那天晚上呢 A也是一样 但是他开到一半的时候 他突然看到对面 就开过来一辆车 车速也很快 他下意识的 就猛打方向 哐 静止的就撞到路边的 水泥割断上了 整个车头 撞进去四分之一 气囊呢 也弹出来了 人直接昏迷了 行过来 已经是两天后了 庆幸的是呢 他只是轻微的脑震荡 加肋骨骨折 刚好的 还不到半个月 又骨折 想起来都疼啊 那么最让A 无法接受的是什么呢 交警过来了 给他下发事故责任书 他一看 懵了 单行道上 对面来车 他避让不急 才发生的事故 为什么他是全责呢 于是交警 就给他看到当时的监控 在监控里显示 只看到A 突然打方向 撞墙 根本没有什么所谓的 对面来车 A当时慌了 第一时间翻看自己的行车记录仪 然而 也没有看到任何东西 但那天晚上 对面来的那辆车 至今他都无法忘记 一辆红色的桑塔纳 而接下来的事 更是让他改变了一些 对世界的认知 因为这个事故 他母亲就过来了 那么看到A的第一眼 直接扑通一声 跪下了 就吓了A一大跳 然后呢 就听见他母亲 一边磕头 一边念叨 小精灵 孩子不懂事 侵探您了 您大人有大量 放过他吧 我就这么一个儿子 就之类的 A当时就很懵 在座的医生 护士 以及媳妇家的亲戚 就更懵逼了 后面是这个媳妇 把婆婆给拉了起来 不然真不知道该咋办了 那当天下午 母亲就回家了 听父亲就讲 母亲回家之后呢 在自己的那间屋子里 把自己关了六个多小时 出来的时候嘴都干裂了 然后把A吃的 和拿的钱 全都给还回去了 说A呢 就惹到那个小精灵了 如果不是母亲 给人家看病积德 A早就嘎了 还说 小精灵呢 是本来不愿意放过A 还要折磨他的 那六个小时呢 是母亲一直在求情 就打那儿以后 A呢是再也不敢了 也让我转告各位啊 就是你可以不信 但是呢 你不要不尊重 现在呢 她母亲依然从事这个神秘之业 但是呢 也不要钱 就只要贡品 如果别人硬要给钱 也必须放在贡品那儿 谁也不能动 如果动 那也是母亲拿钱 出去买一些香猪之类的 所以说啊 兄弟们 心怀敬畏 好了 我是老飘 下个故事见 下个故事见